台媒报导明年2月初召开的共产党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内定出席名单 国台办主任的名字已经被习加班上海统战部长沙海琳取代 台湾学者范世平观察习近平此举是弃居宝帅不意外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29号受访说 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对台工作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除了马西会之外没有任何成果 那明年的十九大中共党内的高层肯定会批判习近平的对台工作的失败 那他必须找一个替死鬼 那这个人当然就是范世平的 范世平指出从前年太阳花学域九合一国民党惨败 今年台湾总统和立法院选举民进党大胜 张志平都预测失灵 习近平早已把对台工作的决策 移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扮演药角 近来特菜通话 特朗普执疑一中与奥巴马卸任前签署通过国防授权法 日本交流协会改名 都显示国台办体系老化 僵化 思维逻辑跟不上全球情势 范世平说 每日联手 那我想中共目前来讲可能会非常头大 就他一连串的对台工作的误判 加上对台湾情报的无法掌握 我想未来来讲 可能不只是张志军要受到一些处理 可能包含上这个王毅 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接任这个国务委员 这个杨洁篪的位置 我觉得都还值得观察 执政党立委指出 共产党高层整肃涉台系统遭有耳闻 中纪委全面进驻 跟风际与贪补问题也有关 民进党级立委王定宇说 那如果要进行查办 甚至于双规的时候 我想国民党很多高层 跟这些人互动很频繁 那如果要查贪腐 查钱的流向 我想会是海峡两岸的 很大的震撼弹 王定宇认为 重点是换了杀海灵 要执行什么新的对台事务 如果一样用钱买买办 用军事恫吓台湾 背离台湾明星越远 国安局官员29号在立法院 被问到国台办人士 达熊尚在掌握 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表示 不评论不干涉 对时代力量党将邀请 香港自决派议员赴台论坛 国台办批判台独勾结港独 邱锤正强调 政府也一再重申 不会也无意介入香港内部事务 但是基于民主人权 这些普世价值 我们跟国际社会 向来共同关键香港情势的发展 针对中国政协委员潘庆林 指控台湾拒绝他入境 务委会表示 潘庆林飞台湾前 政府已通知他证件失效 撤销他入台许可 他以搭机离开自由亚洲电台计较 夏小华台北报道